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情境是 对于一份合约的内容有意见 想要向合作方提出修改的请求 这样的一个更改合约内容的情境 那我们的晋级流程第一步就是课前暖身 以下这些常见的商用表达 你都知道英文要怎么说吗 既然是想要修改合约 那么合约的英文一定要会说 还有修改 些许的改动 还有我可能是想要增加一个条件 或者是表达目的是要保障我们彼此双方 未来不会有麻烦等等等等的 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按下暂停键 自己先试着说看看 哪怕只是一些单字也好 然后用这个步骤去帮自己找出有哪些地方 自己不熟或甚至是不会 那这些就是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要特别专心听 并且在课后呢能够反复的聆听我们的外师音档 把这些用法通通都内化 变成自己都有办法用得出来 这样的熟悉度哦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 当我们想要向合作方提出要求更改合约条款的时候 我们信件的subjects 什么叫subjects 是主旨对吗 我们的课程会有一个章节 专门去谈谈email写作的格式 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信件主旨如何简明扼要的 用一句话去讲出你这封email的目的 这是超级重要的 那这边呢 Changing the contract terms 改变这份合约的什么呢 中文听起来非常严肃 条款 对不对 那英文呢是一个还蛮短的单字叫做term 所以contract terms就是合约条款 人家一看到你信件的主旨就知道 你对于合约的内容是有一点意见的 那么接下来怎么写作一开头的称谓 亲爱的王先生 Dear Mr. Wang I'm writing to make some minor changes to contract email写作最重要的就是 刚刚已经讲过再讲一次 重要的是看能不能说到三遍 一定要开门见山 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这封信想干嘛 请直接讲出来 我现在写这封信 是为了要针对着这份合约做出一些 minor changes 是什么意思啊 微小的改变 那请问如果我想要说出 做一些比较大的改变 大家都晓得minor的相反字是什么吗 是major major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假设情境是一些小改动就好 make some minor changes to the contract 好 那收信的人一看就知道 哦 所以合约你有想要改是不是 那接下来你的目的主旨讲完了 接下来就可以展开一些细节了嘛 我们就来看到细节的部分 After I have consulted my lawyer I would like to order the 条款 and add one 条件 to the contract 不知道这边大家是否有听过条款与条件 我先写一下 英文会这样子称呼 是否有听过呢 terms and conditions 那这个 terms 其实就是这一格的答案 中文多半翻译成条款 那 condition 就是这一格的答案 中文经常翻成条件 那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 人人都有遇过 就是当我们想要成为 可能某个网站的会员 又或者是比如说 我在报名多益考试的时候 会有一夜洋洋洒洒一大堆 然后呢跟你说注意事項要遵守的规范 那个就叫做terms and conditions 条款与条件 然后你往往要拉到最后面 然后打勾 是我知道了 或是我同意 打完勾它才让你下一步 那些就叫做条款与条件 那这两个字其实意思是很接近的 在英文也很常是这样子 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词 叫terms and conditions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互相代换 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里就讲说 我咨询过律师了 然后想要去修改条款 然后呢我要增加一个条件 到这份合约里面 再过来 It is a standard clause with minor changes So I do not think it would be a deal breaker 好 这边单字难一点点 Standard clause 标准的什么呢 这个 clause 中文也经常翻译成条款 也是翻译成条款 那它指的是一份合约里头 我们讲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 那英文就叫clause 1, clause 2, clause 3 它会这样子使用 那整份合约里头的各种大小细节 也就统称叫terms and conditions 好 那所以呢这边就是要说明 我要修改的其实是 合约里头标准条款的其中一个 做一点稍微的改动而已 这样 所以不觉得说这会是一个deal breaker 应该蛮容易理解意思 只要知道deal是交易 break叫打破 然后呢 动词字尾加er 表达做这个动作的人或物的话 那大家知道说 我的这个动作应该不会是打破交易的东西啦 就是说应该不会影响我们彼此双方的交易的啦 只是一个小改动 好 再过来 yet I also believe it needs to be added to protect us from any trouble further down the road 但是我也相信 这件事是有需要 或者说这个条款 是有需要被加上去的 目的是要保护我们免于任何的麻烦事 Further down the road 这是一个很生动的片语 就在往前走这条路走下去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也就是所谓的更简单一点讲法啦 and the future 在未来我们的合作之路上面 希望可以替彼此去避免一些麻烦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上一个条款 所以有注意到吗 其实它整个逻辑是很清楚的 先讲重点 我想要 所谓的重点就是结论 英文这个语言 真的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耐住性子 听我再三的啰嗦 就是结论先讲 结论先讲 结论先讲 所以呢这一段我要先讲 我的结论就是 我要加一个条件 然后接下来 你再去慢慢述说你的原因 或是你背后的逻辑 那这边我先讲 我就是要加一个条件啦 好 那接着我在这边讲 影像不大 影像不大 真的 应该不至于影像我们的合作 然后呢 那最后再讲原因 我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去 因为可以保护我们彼此 比较不会有麻烦 不会有麻烦的产生 好 那接下来 在信件结束之前的一段 I have attached and 修改过的 version of the contract 这很重要喔 我现在写商信常是这样子 就是既然它是合约 那它可能不会直接把内容放在信件里面 它可能是独立的一份合约的PDF 这样 那我里头修改了一个地方 所以我把修改过的合约的版本 用附加档案 attach 附加档案的方式 给到你这样 好 那这边呢 修改过的 英文应该怎么说 我有一个提示在这里 是and 那意思说 我们这一格的单字要是母音开头唷 其实稍早我们讲改变 是不是有一个动词在这里啊 叫做 这里 这里 order order 这样 所以你可以说order的 或者是再提供一个很棒的字给大家 那个字叫amand amand 常常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正式的合约啦 法律啦 上面的条文修改 就用这个动词amand 那么把它加上ed 变成过去分词 修改过的 那它就过去分词都有形容词的功能 amanded amanded 就是被修改过的 那么我这边呢 也附加了修改过的合约版本给你 那最后当然要干嘛呀 please take some time to look over it and let me know whether or not the change is acceptable to you 在标准的这种三段式写作里头呢 你最后一听是什么 呼吁对方要赶快行动 以及提醒对方你应该做什么事 所以请花点时间看一下 然后告诉我说 这样的改变 对您来讲是否可以接受 所以这就是一封非常非常的简洁 然后没有任何废话 讯息沟通非常清楚的一封很有效的email 再复习一遍阿嬷 首先呢 开门见山 告诉对方你的目的是什么 接着好好描述细节 那细节往往是比较多的 记得先讲出你的结论来 然后背后的原因逻辑呢 再慢慢的讲述出来 最后就是提醒对方 该做哪些事情 请记得帮我做一下哦 这样子的逻辑啦 好 那么这封email里面 我们帮大家把所有重点的商用短语 关于想要修改合约的一些重要用语 中整理出来 并复习外食音档 希望大家课程影片看完尽量 因为你刚看完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 这个时候马上多聆听即便 会加强大脑的印象 那当然咯 最好可以在过几天之后 再复习一遍 印象就更深刻 好 那这个音档的聆听 就教给大家去体验 在我们的课程页面上面 每一段 在那个email 还有呢 短语底下都会附上音档 那电击就可以马上听到 那这边接下来呢 就是要请大家来看到 商用短语变变变的部分 像刚刚的那封email里头啊 这个很常用 我们很多时候 不只是对合约做调整 可能某个设计图要做调整 可能某份报告要做调整 所以对于某样东西做出些许的更动调整 英文该怎么讲啊 来复习一下 刚刚email里面怎么讲 I'm writing to make some minor changes to the contract 好 那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其实些微的 大家有看到吗 除了minor之外还可以怎么讲 还可以讲 slight 轻微的 又或者是small 小小的 那minor slight small 这几个字其实都算蛮简单的 所以基本上 他们是互相逮换 并没有太多语气 或者是正式程度上的差别 但是change 叫做改变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其他替换的字可以说 来这边其实有一个提示 调整 看到调整大家会跟我一样想到一个A开头的动词 那个字叫 adjust adjust adjust是动词 这边我们需要它的名字叫什么 有没有同学会 adjustment 所以你可以说request some slight adjustments 要求一些轻微的调整 换个字 adjustment 对不起 adjustment 当然会比这个change 听起来要正式一点点 好 但是呢 最正式 或说你今天呢 收信对象是一个 你觉得他英文非常好 你不想输给他 那你可以用什么字 可以用这个字 英文有个动词叫modify modify 那我现在把它变名词 会说吗 modification modification 这边我一样给大家复数型 表达要做的调整不止一处 所以modifications 那这个字就是什么 相对非常正式 那能够用到这个字 表达你的英文程度也是相对的好 所以就是看场合 我没有讲 变变变这个地方就是 有些场合很复杂啦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 你希望你的英文程度 不输给 你现在要写信的对象 那么你会考虑用这个字 make some small modifications to the contract 好 接下去 如果要表达什么呢 这个 变变变第二个 更改条款在合约中增加一个条件 好 那么更改 请看到 除了我们刚刚讲 i would like to order the terms之外 也可以讲 i would like to change 这个比较基本 对不对 好 再来一个 i would like to 刺激一下自己的断期记忆 所以 刚刚我要修改 合约里头 我说那个动词 经常是指修改 比较正式的 合约啊 法律内文 用一个a开头 动词怎么说再复习一下 那个字叫 amend amend 所以可以用这几个字 change order amend 都ok 然后增加一个条款 condition 条件条款 这样这样 那除了condition 也可以用什么呀 clause 用term condition clause 基本上意思都差不多咯 好 接下去请大家再看到 目的是要 保障我们未来免受任何麻烦 这个是你在跟人合作的时候 通常双方都很关心的事情 要保护彼此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这边 you also believe in this to be added to 刚刚email里头用的是很基本的 protect us 好 那请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今天你要保护人免于 不管这边想要用protect 还是替换的单子keep 还是再替换单子prevent 都好 他们因为意思都一样 所以呢 搭配的介细词 请一定都要记得用from 好吗 这时候的from 表达的意思是免于 不管是用protect 还是keep 还是prevent 请都要在人的后面 放一个from from的后面再去讲 你想要避免的事情 那这边any trouble further down the road 或者是 来打个星星 legal problems 这是大家最害怕的东西 legal是什么 法律方面的 对吧 法律方面的 所以legal problems 就是法律的问题 那中文很喜欢讲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常常可能是先想到中文 也就是说啊 这样子的话 我们加上这个条件的话 才可以避免未来的一些法律纠纷 中文又听起来很文言了 对不对 法律纠纷 第一个答案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刚刚的哪个字 legal 纠纷听起来好难 对不对 其实可能是大家都看过的单字 都学过的单字 叫dis什么 那个字常常翻译成 争执 然后争议 那个字叫disput 这边我给它复述型 legal disputes 就是中文的法律纠纷 protect us prevent us keep us from any legal disputes in the future 好 那这边呢 一样都有外事的音版 大家不妨可以趁 坐家室的时间 开车的时间 等午餐的时间 多多的去聆听 把这些常用的 重要的商用内语 用语内话 那么这样子 你要用的时候 就会很自然的用出来哦 最后提醒大家 在看完课程影片之后 别忘了去听听email 商用短语 商用短语便便便的 外师朗读 听熟之后 就应该要来进行 课后验收啦 把自己原本不确定 不熟悉 或甚至完全不会的商用表达 试着讲讲看 看自己是不是都已经会了 如果发现还有不熟的怎么办 再多温习几次 那通常呢 人的短期记忆很强啦 所以刚学完 刚听完 可能都可以说个八九不离十 但是一段时间没复习之后 是不是就又淡忘了呢 放心 我们的十二周学习计划里面 还有帮大家安排复习的进度 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来讨核自己 再多温习几遍 如此繁复个几遍之后呢 他就会 这东西就会从短期记忆进到长期记忆去 从此以后就变成自己 可以运用自如的商用表达了 那么就可以真正的做到 写得出 写得对 还写得好 那么以后 写email就是又快又好 感谢大家 有 users 会计计 很药 会计划